接下来全球现场 我们要来关注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在打过了疫苗之后 还是确诊染疫了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新颖 好来看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推文 证实部长马约卡斯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而马约卡斯说是已经完全接种过疫苗 但是还是确诊 现在已经居家隔离在家办公 16号的时候 马约卡斯和总统拜登都出席了 美国国会第40届 全国和平官员纪念仪式 现在也不清楚 马约卡斯和拜登在活动当中 是不是有所接触 但是根据活动照片显示 马约卡斯在当时户外活动期间 一度站在拜登以及第一夫人 吉儿旁边没有戴上口罩 路透报道 世卫组织正在主导一项计划 希望可以以最低每个疗程 10美金的价格 采购治疗轻症患者的抗病毒药物 美国药厂默克的新冠口服药 莫纳皮拉韦 可能是世卫希望采购的药物之一 因为世卫到明年9月为止的目标 是希望可以提供穷国大约 10亿剂的新冠病毒检测剂 同时采购最多可以治疗全球各地 1亿2000万名患者的药物 因为现在在穷国每天平均每10万人 只有执行50次的筛检 那么复国有750次 因此世卫计划希望至少可以把 穷国的筛检率给提升到 每10万人进行100次 相较于美国是以每个疗程700美金 采购170万套的口服药 世卫寻求的是10美金 就显得相当的低廉 而世卫的这份计划文件 据说这个月底 在G20峰会的时候 就会送交各国的领袖手中 俄罗斯国家抗议小组通报 过去24小时新增1100 1015起的染疫死亡病例 这个数字已经创下 俄罗斯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高 另一方面 波罗的海国家拉多维亚总理说 国内将要实施为期 一个月的封锁措施 就是要来进行防疫 但是俄罗斯政府又再次 呼吁民众赶快打疫苗 因为他们一天新增 33000多起的感染病例 这个数字差一点就破了 单日确诊记录 副总理因此今天提议 11月初开始 可不可以停止上班 一个星期来防疫呢 俄罗斯在前几波疫情期间 也曾经采取过 类似的措施 尤其是去年3月 第一次爆发新冠疫情的时候 就曾经停止上班 大约一个月 我们接下来听一看 俄罗斯现在在莫斯科 当地民众以及医生 对于疫情爆发的一个看法 医生的病毒 除了俄罗斯的伤脑筋之外 南非开普端大学发表一项研究显示 光是呼吸就足以传播 导致结合病的细菌 研究人员观察正常呼吸 以及深呼吸还有咳嗽的时候 释放的气溶胶 结果发现五分钟之后 这三种气溶胶都内含危险细菌粒子 结合病相来就是世界上 头号传染病杀手 平均每年在全球造成 大约150万人死亡 最近才被新冠病毒给超越 那么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统计 世界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感染结合病菌 但是其中只有5%到15%的人发病 那么大部分的人 他们都是生活在低收入 以及中等收入国家 喜欢中天 有指国际新闻的朋友们 请注意 全球大视野频道开会员 邀请您加入 全球大视野频道会员 一起来支持林嘉元主持的 国企指球对决 以及全球大视野节目 还有许甫的 前进战略高低 以及汉堡主播 郑义珍的正妹看世界 国际新闻评论最佳品牌 在中天 请立刻到全球大视野频道 成为全球大视野Fami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愈的